各位观众你们好 我是盖特资讯资讯长胡耀仁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各位分享 我们与国网中心合作的一个成果的效益 的一个成果的一个说明 以及跟各位说明一下 ID.Gate在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 为各位做一个介绍 OK 首先我跟各位介绍 我们在国网中心这一次的合作的效益 以及我们ID.Gate的一个整体方案的一个介绍 做一个说明 首先我今天带来的整个agenda 包含了说我基本上会跟各位介绍 Topping.ID.Gate 我们是怎么样的一家公司 以及我们在跟国网中心合作的时候 我们在AI人脸辨识上 我们有哪一些的成果 OK 以及我们的效益在哪里 那另外呢 接下来会跟各位介绍我整个ID.Gate的一个 Solution 包含了我的几个产品 总共有三个产品 ID.Key ID.Face ID.Car 那我会依序的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OK 首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Topping.ID.Gate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谁 OK 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那在Topping.ID.Gate 我们基本上 我们2013年成立 我们那时候名字就是ID.Gate 这是我们的Logo 那我们成立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就是在 整个金融体系 整个身份认证的时候 我们立志就成为一个专家 在这个金融医 所以我们2013年成立的时候 我们在新加坡 它开始有一个全球的一个 Fintech的一个展览 那也请我们去做一个参长 我们在2013年那时候呢 在Fintech我们拿到了第一名 OK 也就是说 我们在身份认证 以及我们的一个Solution 是非常在Fintech上面 是非常优秀的 所以我们在2014年 我们2016年 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开始要 针对我们的业务做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专利 OK 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至少拿到了14张的一个专利的证书 在我们的整个发明上 我们的business流程上 我们都会去做专利的申请 那我们专利的申请呢 在中国大陆 台湾也有 然后美国 香港 我们这边都有一个专利的一个技术在 那我们在2018年到2020年开始 我们就是针对我们的产品 开始推往海外 第一家比方说是台湾的一些银行 Banking都有在使用我们的Solution 那以及在香港 OK 也是我们透过 金检局的一个认证 然后进去了香港 也是算台湾在金融界 是第一家在香港 可以做这样子的身份认证的Solution 然而呢在2020年TOPPEN OK 有一家TOPPEN的公司 看到我们在亚洲 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的一个金融的发展 那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投资方案 所以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 TOPPEN 合并了我 IDGATE OK 所以我们就会开始改名字叫做 TOPPEN IDGATE 那我们会未来致力于 有了TOPPEN 进来之后 我们会致力于在一些 Cloud solution 或者是我们一些 financial的一些 service 我们都会尽一切力量来提供 那也就是会针对 TOPPEN 的一个支援 让我们走向国外走向全世界 OK 我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的集团的母公司 TOPPEN TOPPEN 是总部位在于日本的东京 他全职的雇员超过5万人以上 整个年移售的销售额超过140亿的美元 那主要呢 他基本上 是在做一个印刷防伪的一个科技集团 在全球来看的话 基本上所有的一些防伪的科技技术 都是由TOPPEN 来提供 那也就是说因为他看上了我们在数位领域上的一个身份认证 防伪身份证的一个技术 那他就是针对我们来做一个投资 来用合并的方式 来让我们未来在TOPPEN 也好 或是我IDGATE 也好 产生不同的一个忠效 OK 我这边呢就是TOPPEN 的 Group 我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整个集团的一个发展 TOPPEN Group 基本上在1900年的时候成立 那我们在全球有48个据点 在全球各地我们有48个据点 那所有的子公司来看的话总共有226家 那我们在2020年这个时间点 我们跟IDGATE TOPPEN 来去做一个整合 那未来我们这边就会取名叫做TOPPEN 的IDGATE OK 那这边呢是一些相关的新闻媒体露出 也就是说在2020年他们在投资IDGATE 的时候呢 基本上在日本 或是在台湾也引起了蛮大的一些轰动 因为TOPPEN基本上它是一个比较老的公司 那它今天会在台湾做相对应的投资 而且是在数位Fintech 这样子的一个新形态的一个创新的一个 技术上来做一个投资 所以在台湾或者是在日本 相多的媒体都正向的报导 针对TOPPEN 投资IDGATE 的这一段 那我们的全球布局 基本上我们在IDGATE 跟TOPPEN 合并之后呢 我们在全球 除了日本 香港 新加坡 比如说泰国 印尼 杜拜 美国 等等 我们都会以全球方式来去做一个策略的一个行销 以及我们所有Service的客户的群 主要都是在政府 银行 或者是一些信用卡支付的团队 那我们都会针对这些来去做一个Service 那也就是说因为 整个全球Fintech 这样子数位金融开始兴起了 每一个地方基本上都一定会有身份认证的需求 都有身份认证 所以我们在支付、银行、政府 这方面的话我们会进行的一个服务 那这一章呢是跟各位介绍我们整个IDGATE 它的所有的一些专利 包含了我在台湾 我们有申请了一些专利 这些都是发明的专利 那也包含了在中国大陆 包含了在美国 那以及我们最新的在 Fintech 技术上 我们以后一定会常常听到叫FIDO 无密码的认证 我们也取了四张的一个认证 所以我们是在金融领域上 在做身份认证上 在台湾算是一个领先的一个厂商 OK 接下来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一次他配IDGATE 跟国网中心这边的合作 我们到底在合作什么 那我们到底有哪些的一个产出效益在哪里 首先呢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除了身份认证之外 我们另外也有AI modeling的一个开发 在全球现在AI这个人工智慧的发展 那已经很迅速 你只要有够强大的一些运算能力 以及够好的一个 business model 那你只要透过去模型的训练 你都可以去做出AI的一个运用 那我首先呢跟各位介绍一下 在整个AI开发的流程上 它其实是很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以及非常大的一个成本需要投入 那我们要一开始在做AI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要先确定好 我们的商业模式 从我们商业模式开始之后 我们就要去选择 我们到底要用哪一种的AI模型 OK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去做准备数据 OK 准备数据完之后 训练我们已经准备好的模型 训练完之后 接下来要去评估模型 然后评估模型如果有问题 我们要重新回来 就是这一个cycle 是要一直一直的不断的重复 那不断的要花我们的人力 花我们的一些精神 然后下去投入 才会有好的一个AI的模型 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国防中心 这一次跟国防中心合作呢 那我们在我们AI领域上 我们基本上是在做人脸辨识 人脸辨识的这一块 我们在6月7月8月那时候 我们的集团给我们一个任务 因为我们也有一个人脸辨识的 一个AI model 在我2018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投入研发 那因为那时候呢 基本上我们比较小型的创新团队嘛 所以基本上没有这么大量的一个 一个人脸成本 然后以及设备 来去做我们这样子的AI的一个训练 所以我们那时候 在今年我们合并之后呢 集团跟我们讲说 OK 我们要去做一个人脸辨识 最大的一个比赛 一个标准 叫做NIST 希望我们去做NIST的一个检查检验 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modeling 到底在全球这么多的AI modeling的时候 我们是在排名在哪里 也许是两三百名或是在落后 Anyway 就是我们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尝试 那我们那时候呢 基本上就survey了非常多家的一个高速运算中心 那包含了Aeron AWS 基本上我们都要survey 那他们的一些金钱上成本 当然相对的 我们这一次选择了国防中心 是对我们台湾的产业真的是非常的好 让我们有非常不需要后顾之忧 我就去上面运算 去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目的 OK 所以国防中心唯一特别的 跟其他家唯一特别的是 它提供的是实体GPU的一个算力 实体CPU的一个算力 而非其他家都是用虚拟的VM的方式来提供 所以在我们来运算来看的话 它的时间效益真的会让我们成本降低非常的多 因为你在AI并不是只有机器而已 OK 你不一定只有GPU 你还要AI预算的一个环境 它的整合度也是非常的高 而且我们的开发团队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提报给国防中心这边 他都可以马上帮我们做一个技术的支持 技术的资源 然后让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 是非常好的一个成效 在我们这边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大概在国防中心这边 运算了大概有六万个GPU以上的hours 就是说我们用量是非常大的 在国防中心也非常支持我们 让我们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运算 运算完之后 我们有什么样的成绩 我这边跟各位报告一下 在六七八九月 我们就开始去做NIST的跑分 我们原本就有一个人脸辨识的model 那我们也是经过了反复的运算 其实我们在还没跑NIST之前 我们都有一些客户在使用 那我们九月多 我们把我们的modeling整理出来之后 就提交到NIST 那我这边大概介绍一下NIST 我相信各位观众可能不太清楚 NIST是一个美国国家标准的一个技术研究院 它主要是在干嘛 它是在针对一些产业或者是学术的一个业界 来去定一个标准 它去定一个标准 它内部大概有2900位的一些科学家 来针对不同的领域 来做一些的标准的定义 也就是说未来你如果有一些商业的一个模型 商业的一个技术 你都可以请NIST 来去帮你做这样子的一个标准的验证 你到底在哪里 你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NIST都会有一个report给你 所以我们这一次参加的是NIST 人脸辨识1比1 1比1 也就是说我1对1的人脸的辨识 那它我们从9月多发表之后 它在2021年10月28号公布 那在公布的时候我用红线框起来的 就是我TOPPEN IDGATE 在整个NIST基本上有将近快500家的一个全球厂商 来去送NIST的一个运算的一个成绩 我们在台湾也是基本上唯一一家在前20名有出现的 我们在人脸辨识基本上我们最好的成绩会是在12名 它是用1200万张的一个照片 来去分不同的场景以及不同的年龄层 以及不同的人种来去做一个模型的一个评鉴 那我们在最好的成绩会在12名 我们在这一个NIST的成绩 对我们IDGATE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未来我们在做金融业 在做人脸辨识的这一块 因为我们强调的就是我们要精准 我们不能容许有错误 所以我们在一些证件 比方说身份证或是证照 因为在银行我可能注册 我都会需要这些相关的相片 那包含我最后自己的人脸来去做一个比较 所以我们刚好在NIST的这边 它所有的场景基本上就是以证件 以通缉犯的照片 以及它有不同的年龄层 比方说它有跨12年以上的一个年龄区间的一个照片 来去做一个你的modeling的调校 我们这边基本上就是拿到最高的一个12名 那所有的场景 基本上我们在NIST这一次的跑分 我们是有蛮好的一个成绩 另外NIST这一次它在公布的时候也公布了一个会外赛 OK 也就是说因为COVID-19的问题 所以它把我们的modeling 跟其他国家的modeling 都一起来做一个比较测试 那在我的脸部有遮罩的情况下 比方说戴口罩 OK 我有戴口罩的情况下 我们也是在全球排名 OK 第10 OK 是全球排名第10 所以我们在人脸遮罩的部分 其实成绩也蛮不错的 OK 这边的话我是跟各位介绍ICCV ICCV跟我刚刚NIST这个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检验的标准 ICCV主要是在学术界 主要是在研究学术界 那它基本上每年都会举办的一些比赛 针对你的人脸辨识的modeling 来去做一个实际的运用 NIST它是不提供你data 让你去直接由你准备好的AI model 提交给NIST 来去做一个检查 那ICCV是 我提供你600多万张的一个照片 这600多万张有不同的人种 假设有亚洲人有白人有黄种人有黑人有其他的人种 然后有600万张以上的一个资料 让你去训练你的modeling 训练完之后再提交给ICCV做一个检查 那我们在ICCV2021年我们所拿到的一个成绩 基本上所有在基本的人脸辨识上 或者是我SFR的一个算数上面 我们基本上都拿到第二名 那这边我会跟各位介绍说 我们今天会有这么好的成绩 其实我们运用的就是国网中心 提供给我们的一个GPU的运算 那也让我们的研发团队 研发出来的一个AI model 透过国网中心的一个高速运算 让我们跑出来整个成绩提交到国际上 那这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成果 那我这边接下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TOPPEN ID.GATE的一个Solution 主要我们ID.GATE有三个产品 第一个叫做IDEN KEY 它主要就是在做2FET多音质的认证 我们在做一些交易 就可能以前在Desktop上面 可能就是打账号密码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会有一个多音质认证 来去让使用者来做一个输入 那对我未来要做注册要做交易 都会有比较的安全 那第二个产品就是IDEN FACE 其实我们的人脸AI的Modeling 就是在这个IDEN FACE里面 那我们都是自主研发的一个AI人脸的辨识引擎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除了一般的人脸辨识 我们在金融业运用的话 我们也加入了一些活体侦测的一些Module 在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 来提供给金融业做更多的一个运用 那最后我还有一个IDEN CAR 在IDEN CAR这边未来可能就是一些EKYC的一个技术 未来EKYC的一个发展都会再进行 所以我们在IDEN CAR这边的话 就会去做人证的比对 做身份证的检核 真伪的判别 这个都是我们在做 我们就是环绕在身份识别这个领域上 这边跟各位介绍我们整个产品的一个Solution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IDEN CAR IDEN KEY IDEN FACE这边 那其实我们最主要的 我们在推整个身份认证的话 我们一定要经过非常多的一个金融机构的检验 那比方说我们到每一个国家 都有相对应的法规 我们才能进去 因为身份认证的这个技术 其实相对的是比较敏感 而且是有私民性 有个资的一个疑虑 所以我们在FITO的认证 我们在香港的金检局 或是在台湾这边的一个金管局 对于澳门金融局 我们都有相对应的一个符合法规 才能进到他们的一个市场 那在金融业 我们可以延伸的项目非常的多 OK 各位应该有提到什么 ATM 无管局管、QR Code 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来support 其实我们在IDEN KEY的这个部分 主要就是以随身的一个行动装饰 作为认证中心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我的一个Mobile Device Center 也就是说未来我可能手持一支手机 我可能就可以做所有金融上的一个交易 因为我这支手机就是代表你 OK 然后有相对的安全性 基本上都会在我的IDEN KEY上面做实现 那Device Bonding 比如说我手机怎么去做Device Bonding 我就很快速的带过 我在做交易或者在做金融的认证 或者是我法金 我要做一个大笔的汇款转账 未来你可能就只要使用手机 OK 然后或者是browser的方式 直接很快速的做这样的处理 那相对的Secure安全 我IDGATE这边就会帮你们把关 那我们的产品呢 适合不同的一个加值服务 在不同的一个风险等级 那比方说我在登录可能是低风险 我可能只要基本的生物辨识 像iPhone的生物辨识基本上就可以了 那又或者是我要比较大额的转账 我可能要更高一层的等级 我可能要有图形锁 有密码锁 这些我们都会具备 IDEN FACE 就是我们这一次提出来的 AI Modeling的一个建制 我们主要在IDEN FACE上面 主要是在侦测防伪帽的一个技术 我们除了在人脸辨识之外 我们还会去侦测它是不是活体 来去确保说 我这一次在金融服务上面的运用 是符合相关的一个标准 而且是精准的 那我们AI的Modeling 我们是透过深度的学习 以及神经网路的一个方式 来去做一个发展 那我们从2018年一直到现在 到我们刚刚NIST的一个成效 我相信我们的Modeling 已经算是排得上全世界有名的 那这个是我IDEN FACE的运用 从我拍身份证到我人脸辨识 到最后去做身份证上面的一个人脸 跟我真实的人脸去做比对 然后去做一个身份的确认 我IDEN FACE大概就是什么 就是做影像的截取 人证的比对 以及最后告诉各位认证的结果 那它可以做到证件辨识 人证辨识 活体侦测等等 那这边是IDEN CAR IDEN CAR的部分主要就是 我们在做各国的身份证的一个真伪的辨识 那有些人想说真伪辨识 其实是不好做 没错 那因为各个国家 它基本上都有不同的一个卡片 它不像护照 OK 不像护照 可能就有相对的硬的一些数位晶片 我们可以去做读取 那以各国的一个IDEN CAR来看的话 我们未来走EKYC的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那基本上就会降低一些人工的成本 然后用数位的方式来去先行的判别 这一个政见的一个真伪 来去为未来的一个数位金融 来做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那我主要这边介绍 台湾身份证的辨识 因为在台湾这边 我们在辨识的时候 台湾我们局部就会去把它放大 比方说有没有国徽 有没有一些雷射窗口 这些我们都会去做double check 然后正面 那这些的一个讯息 基本上都会是在 内政部身份证真伪的时候 它都有定一些标准 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影像识别之外 我们也去针对这些法规 来去做逐条的一个检验 然后去把我们在台湾身份证 或者是我未来IDEN CAR的这个部分 来去做一个调教 把我们的model也调得更好 确定一下你上传的证件 跟你的本人是符合的 OK 最后这边呢 我跟各位介绍一下 TOPIN IDGATE 对未来整个金融体系的一个运用 我们的所有产品 都可以在上面做一些支持以及服务 从整个金融来看的话 我们一开始一定会经过申请及注册 再来我可能就是做交易 我可能未来 我可能要变更一些金融的一个服务 那我们整个cycle 我们在申请的这边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产品 叫做IDEN CAR 来去做EKYC的一个注册 比对你的证件跟你的本人 是不是符合 相符合 就让你可以服务这些金融的一个系统 那接下来你注册成功之后 接下来你就要去使用金融的服务 那金融的服务相对的 因为它都跟钱有关系 就会做一些交易 那在交易的话 我手机上交易 也许有些人觉得是不安全 那因为有了我们IDEN KEY 跟IDEN FACE 这样子的一个solution 在这里面的话 你在交易的过程中 你会是非常的安全 不用怕駭客 或者是一些测入的一个机制 来去让你的一个金融交易 会有风险 那最后会是在更换装置 也就是说我手机可能会掉 我可能要重新的办理 那以前在一般的话 我可能存折掉了 我重新办 都要去零柜办 那我们在更换装置 或是更换密码 重新绑定这一块 也是使用我们的IDEN CAR IDEN KEY IDEN FACE 就可以cover这一段 也就是说我们会在未来 在整个数位金融的世界里面 我们要确保客户 真的在使用这样子的数位装置的时候 是非常的安全 以及是唯一的 而且这个装置就是代表你 OK 谢谢各位 谢谢国网中心的一个全力的支持 让我们在AI人脸辨识的一个modeling 在国外 在全世界的所有的一些检验以及比赛 拿到非常好的成绩 在未来 我们一定会跟国网中心持续的一个深耕合作 那也希望透过跟国网中心的合作 让台湾在软实力能让全世界给看到 谢谢 我们在世界的一个sem经验 是讯